处理繁杂的事 先跟自己幽默一下 老天也很求得起我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孟子讲的 天将将大任于 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这个比较不好翻 动心忍性 就是争议其所不能 就是你本来不会的 就借由这个磨练 把你的potension 激发出来了 我没有念错吧 把你的潜力 透过这个磨练 激发出来了 好 所以第一 一开始跟自己幽默一下 老天也很瞧得起我们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再来 其实我们面对境界 能够不起情绪 那就一定要修忍辱 佛家把菩萨行 整理成六个纲领 第一是布施 所以这个菩萨 所以这个菩萨先度自己 不是先度别人 布施对质 千滩 持戒 对质恶业 这个不管是东西方的宗教 都强调十恶业不能做 持戒是对质这些恶业 忍辱对质称惠 忍辱对质我们的脾气 称惠心 精进对质懈怠 禅定对质散乱的心 般若对质愚痴 我们有时候面对境界容易 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这个就缺乏智慧了 所以智慧是对质愚痴 这六个纲领 所以在境界当中 能够不起情绪 你说保持 为对方想 不起情绪 这个要求忍辱 忍辱的方法 黄念祖老居士 有六个方式 第一个叫利忍 脾气要上来了 不能伸起 不能压下去 压下去 压压压压 压不住 对不起 我要上个厕所 先离开现场 不然你可能就压不住了 但是这是硬压的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深 第二个方法 妄忍 妄忍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宰相肚里 人称传 能包容不计较 妄忍 第三是凡忍 凡忍就是 好像彼此 可能有不欢喜 有冲突 因事相争 就是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们说半斤八两 两个人可以吵起来 程度不会差太多 老和尚给我们表演 他的同事 打他 他就躺着给他打 然后那个同事就打不下去了 会打起来什么 双方都有出手 越打越凶了 一个人出手 一个人不还手 打不起来了 这个是老法师处事的智慧 他说那个打他的人 隔天就来给他道歉 还拿着礼物给他道歉 第二 那一年考基他第一名 因为他的leader 他的上师 这个人挺有休雅的 他考基第一名了 所以你看吃亏是福 不跟人家计较不吵 自己没有损失 还有福报 所以会冲突 自己也有动气 所以一反省 这个冲突就不会继续了 甚至于主动道歉 这个冲突就化解掉了 这是凡人 第四 观人 观这个世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地 去 不要计较了 这是观人 另外还有一个观察是什么呢 其实你面对 难以应付的人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我们 为什么会发脾气呢 首先我们着相了 着相了 着在这个人的行为上了 哎呀 这个人怎么可以骂我呢 这个人这个行为太恶劣了 你一直想 越想越气 假如你不想他 那个恶劣的行为 言语 你去观察 哎哟 他的家庭情况 他很不幸 他成长过程 都不好 你就怜悯他了 你就不会跟他对立了 就观察他 他的人生过程 我自己就遇过了 一个学生 五年级 很会打人 常常常都到 训导处报到 常常犯错 我们想 哎呀 年纪这么小 怎么行为这么不好 可是一去了解 他妈妈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跑掉了 他爸爸 也不照顾他 他整天就跟当地的流氓 在一起了 他遇到的缘不好 我们当老师的了解 不只生不起气来 你看都是念头 你一执着在他的 那个行为 哪个表情 哪个动作 你越想越气 可是你不执着了 你了解他的来龙去脉 你就生起怜悯心 同一个境缘 可是我们的心态不一样 所以你要看 这个难应付的人 他的过去 值得可怜 他的未来 更值得可怜 因为他继续 不改变他 这些错误的行为 他下辈子去哪里 下辈子就要到三恶道 报到 人一到三恶道去 山途一舵 五千节 那下去好长 当我们看事情 有前后眼 你可以看他的过去 看他的未来 他继续这样下去 他要躲三恶道好久 我们气不起来 会怜悯他 所以我们学着佛去教书 面对这些 家庭不幸的孩子 行为恶劣的孩子 我们更提起耐性 只要他信任我 我们更有耐性 去护念他 这个是观人 这个也是 我说六种 其实也是慈忍 慈悲心 对待他 你念念为别人想的时候 你也不容易生气 举个例子 在汉朝有一个官员 叫刘宽 他没有发过脾气 然后他的太太就觉得 他真的都不发脾气 我得想个办法 让他发病